HELLO 大家好,我是花花华晨宇 很高兴,车神来了,录这个节目 我其实开车开了有几年了 但是我很少开车 我只是比较喜欢车 我是那种喜欢看车 我平时开车的习惯 一般就是我一定要听音乐 但是我大部分的时候听的音乐都是比较安静的 比如说古典乐那样 听古典乐开车还挺爽的 感觉会很不一样 如果开车的时候遇到按喇叭的话 反正我刚拿驾照的时候 开车会比较慢 然后会有人按喇叭 但是我还是会开得很慢 因为开车这个东西 它毕竟是跟生命挂钩的 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 对,我开车到现在 从来开了这么多年 我开了几年了 开了五年了吧 五年,但是我没有违反过一次交规 对 我一般遇到那种很好的车的设计 我会比较感兴趣 就比如说如果我很有钱的话 我就会想去收藏一些车 古董车之类的那种 就是我研究过车研究过一段时间 然后我的朋友会买车的时候 他们会去问我 问我一些关于车的东西 我会问他们 我说你要买什么价位的车 然后在这个价位里 我会问他说 你是很要一个比较有面子的车 还是要一个舒适度很高的 要不然就是很追求配置的 车内的内饰啊,配置啊什么的 我就会给他们不同的推荐 就看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我是很喜欢车 但是唯独对开车不是很感兴趣 就是我不太追求速度 对 就是这个我不太在意 我只是喜欢它的那个设计 我觉得那个设计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汽车设计是一个 还蛮伟大的一个艺术的 对 心情 其实我还挺激动的 因为就是我还是第一次上节目 可以去玩车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它这些就是设计的这些挑战项目 我觉得我也挺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可以练一个技能还挺好的 对 哈喽大家好,我是花花华晨宇 女明星约驾 你敢来吗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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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